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工程车世界 佩琪和乔治要去工程车世界玩 挖掘机 挖掘机 乔治很喜欢挖掘机 我也很喜欢挖掘机 所以今天你们可以驾驶真正的挖掘机 这位是土豆先生 欢迎你们来到工程车世界 来到这里能实现你的挖掘机梦想 这是沙地挖掘机 佩琪和乔治 快坐上去吧 猪妈妈和猪爸爸你们得一起踩踏板哦 现在你们两组需要给这个大桶装满沙子 哦 现在你们两组需要给这个大桶装满沙子 真的很好玩 是啊 很好玩 做得太棒了 孩子们 现在我们把桶包扣过来吧 轻轻拍一下 这就完成了 太棒了 佩琪和乔治做成了一座很大的沙堡 我们快点去下一个项目吧 这里是砌砖墙的地方 你需要将软积木堆起来 砌成一堵墙 快点踩妈妈 好的 佩琪 再踩快一点 妈妈 哦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佩琪 马上就要好了 完成 好 我砌了一堵漂亮的墙 乔治开着拆除工程车过来 哦 天呐 乔治把佩琪砌的墙撞倒了 乔治 你真是一只捣蛋猪 把东西搭建起来 然后再拆除 这就是工程车世界里的乐趣所在了 这是一台抓娃娃机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玩呢 但愿不需要踩踏板发力了 猪妈妈和猪爸爸请上去踩吧 佩琪和乔治操纵这个抓杆 来赢得一个小奖品吧 这里面可以抓到土豆先生玩偶 和玩具恐龙 恐龙 嗯 好的乔治 我们就来抓一只恐龙吧 这边一点乔治 不是往这边 回来 往前 下去 太棒了 我们抓到了一只恐龙 这个玩具恐龙对爪子来说太重了 再来试一次 不不 我们抓了个土豆先生玩偶 土豆先生玩偶 它的重量刚好能被爪子抓起来 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这个就是你们的了 哦 不过最好的消息是 你们各自赢得了一枚工程车徽章 你们现在已经是合格的工程车驾驶员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大家光临工程车世界 来这里实现你们的挖掘机梦想吧 再见 再见了 我很喜欢工程车世界 在那里可以驾驶 停车 这是公牛先生 怎么了 公牛先生 我们正在马路上面 骑一堵墙 挖掘机 挖掘机 公牛先生 我们能驾驶你的挖掘机吗 哦 我觉得你们小孩恐怕不能驾驶挖掘机 可是我们去过了工程车世界 还拿到了徽章呢 哦 那就没有问题了 快上来吧 我负责驾驶挖掘机 而你们也有一个重要任务 那就是按下那边的按钮 好了就是现在 快按下按钮 哪个 这个红色的吗 不是 是绿色的 哦 挖掘机把砌好的墙推倒了 对不起公牛先生 把东西建起来 然后再把它们推倒 这就是驾驶挖掘机的乐趣所在 佩奇和乔治喜欢挖掘机 大家都喜欢挖掘机 被购傷地 拥有的